玩复古首饰的女孩 一定不会错过在佛罗伦萨的这家店 因为这个店在中国的社交网络上特别火 叫做佛罗伦萨老奶奶复古首饰店 然后他们家的就是一些首饰呢 是老奶奶自己亲自做的 也就是说呢 她的这个样式是复古的 但是呢是新做的 然后他们家地理位置也很好 就是你可以在门口就看到大教堂 然后在这边这个房间你仔细看哈 这不就是我的天才女友里面来弄她家门口吗 然后他们家的这个首饰呢 其实并不一定就是镶嵌的都是真的宝石 有的都是玻璃什么的 但是店可小了 就能容下三个顾客 然后现在看到的是另外一家店了 这家店呢是一个古着店 它除了就是卖古着的衣服包包皮带 还有一些胸针啊什么的 就是首饰也是非常多的 然后就真正的这种上世纪的这种复古首饰呢 其实很多都是有签名的 这个经常买的姐妹们一定都知道 然后他们家这个柜子里锁着好多东西都是有签名的 然后你通过这个签名就可以知道它的品牌 然后它的作者 然后它大概的这个年代 所以说这个就是逃货的乐趣 因为不一定就是你今天会遇到什么样的东西 可能是你一直在找的一个东西 还可能是就是非常意外的 就是没想到能找到 但是让你眼前一亮 他们家这个东西啊倒是也不贵 我觉得就是可以经常来逛一逛 因为会上心 然后现在老板里手里拿的这个 就是弗伦萨的一个品牌的一个复古首饰 但是现在这个品牌已经没有了 所以这个首饰也成股品了 其实对于弗伦萨这个城市来讲 这种珠宝制造业 其实是他们的一个强项来着 你如果预算特别充足的话 你就去老乔那边去看 就是真正的那种就是金子做的首饰 那个老乔上很多都是传了几代人的这个店 以前肯定也都是服务过这种贵族的大客户的 弗伦萨还有几个就是私立的珠宝学校 就是怎么说呢 在全世界都是非常非常有名的 所以这个城市来讲 就是对于珠宝爱好者来讲 确实是一个宝藏 那你作为游客的话 你随便去进到一个店里面 如果说你真的想给自己选一个首饰的话 我觉得你应该不会失望 因为这个样式来讲 然后它整个做工来讲 我觉得都是非常不错的 好吧 就是今天带大家逛到这儿 以后再有什么好的店 然后我也会介绍给大家 我是在佛伦萨生活跟学习了四年的代理 我们下个视频很快再见了